大家好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境叫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 就是从我们 我们是2014年跟这个跨境出口电商行业接触的 我们俩是2015年6月份认识的 对 没接受啊 在那个时候 我们作为一个圈外的人看跨境出口电商行业 我们其实有很多神奇的东西 就是这里面有大量我们不认识 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而这些地方呢 其实往往是产生利益最大的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都知道有个叫小和尚的人 在三四年前这行业里面 这个代号啊 是非常被追捧的这么一个代号 然后后来呢 这个人呢 这个代号呢就消失了 最近又开始活跃了 活跃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种小卡片的问题啊 干嘛干嘛的 又开始做一波的炒作了 这种信息差的生意永远会在 嗯 对 永远有人希望好奇 好奇也好 他真的想去用也好 去做一些走捷径的方式 永远会有人在 不然的话为什么枪手这个生意 那么多年了还一直存在 就像这次的高考 还有这样的这种枪手存在 嗯 但最终选择权还是在卖家自己手上 在这个问题上 我补充一点点我的观点 就是 周遇倒亡改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出了事你别哭 命苦不要骂 不要骂政府 谁选择这样事情的 你自己选择的这种刷单的 然后明显 明知道这个服务是 或者说这种商标也好 iOS也好 VT也好 甚至说清关的模式也好 甚至说各种各样的方式 你明明知道它是有风险的 但是你就想要去冒这个险 是的 就是可能你现在看到口袋上的钱是你的 其实它很快 如果真的是被抓到 可能口袋的钱全部得掏出来 或者你账号的钱储备 就是可能全部都得返回去 跨境天商卖家口袋里的钱 理论上不是它的钱 但是都是供应商的钱 物流商的钱 平台用心就跑不掉 肯定还是先给你了 然后这个流量的钱 员工工资 对也算是 然后租金 卖家的钱 其实除非你拿出来 放在了你老婆的 或者你老公的 口袋里面有可能是钱 对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关于这个下半年 上半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我们也经历了很多很多 这个2021年的上半年 一点不比2020年平淡 下半年 有什么样一个准备吗 你看这个IOS过来了 你们也很忙 我们知道 包括很多朋友在找你们去做一些咨询 欧台应代 虽然说它不是什么技术含量高的 但是它也会有这个需求在 再包括现在这种多平台 多渠道是会成为一个刚新 我知道你们其实接入了很多很多的平台 包括美国的很多新的这种平台 你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事情 其实最近我们确实挺忙 当时就有个问题在意 就是这些东西都很新 那下半年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可能内部的事情会多一点 在产品线上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动 但是因为新的税改之下 其实对于像多平台的一些卖家 它在申报上面 包括新的这个IOS上面的话 其实会提出一些新的这个申报要求 那么我们可能会在系统上面去 做一些比较大的功能改造 然后去适用这个新的这个税改的这个政策 然后包括可能就是我们看得到的 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下半年 因为毕竟涉及到11月份12月份圣诞啊 就忘记了 对忘记了 那么很多我记得往年到那个时候 很多卖家都有一些卖家应该哭着很长 是因为在那段时间账号出问题了 或者由于就是被查税了等等 账号被暂停了等等这些 那我还是会就是说提倡各位卖家 先做好这个就是合规化的东西 不要到了忘记 明明你可以就是一年这个收入最多的时候 反而被限制了 就是生意做不成了 所以这些我们都会去提前做一些准备 给到卖家 告诉他们这些消息吧 然后其次就刚刚讲的系统上 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造 你刚刚提到一点 其实是我们下半年也会去着重关注的一点 就是多平台 多渠道的时候 就对于卖家来说 因为这个还会涉及到 他如果他有本地公司 他因为他货在本地 他还会有一个退税的问题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这种国际税务的规划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很难在节目里面一句话两句话讲 那我希望在未来 当你们的这个整体的这种产品也好 服务也好 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怎么样去帮大家去做这种多 起码在欧洲吧 欧洲的多平台 多渠道 那无论是IOSS还是OSS的 整一个的税务的这种组合规划 对对对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刚需 对 包括就是说 举个例子像IOS这个申报 可能现在就是大家在市场上 有没有听到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其实坦白讲 现在税期其实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个指导 现在市场上的声音的话 只是大家自己的揣测 包括可能自己的一个预判而已 但是实际上到申报到底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怎么去控制的 现在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就是detail的一个指引的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去关注 然后会持续去优化这个流程 也希望能够说在接下来 比如说在税金方面能够 当然这个是一定要交的 只是说通过一些方式 看一下能够帮助更多的卖家朋友 能够更顺畅一些 或者是说让他的资金更加就是顺畅一些吧 对 他讲得很隐晦 反正就是让你顺畅一些 就是希望能够为各位卖家提供一些 就是能够真正又合规又符合他需求的 业务场景跟合规场景之间永远会有冲突 业务场景都永远希望说简单 方便便宜快 而合规场景就是合规 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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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想了 就几个字 合规 这两个场景之间一定会一直会有冲突 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 两个场景都能达到一个共同的节奏 这个其实才是一个对于卖家来说是个长期的工作 对 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 关于这个跨境出口电商的这个整一个的 经常叫税务财税合规 包括整一个的这种综合服务 未来有更多更多的地方需要我们一起去探讨跟分析跟理解 那关于这个IOSS跟OASS 包括这个欧洲的税改 英代 欧代 如果你本身是在这个事情上有很多的疑问 或者是有不明白的 欢迎添加我们的微信 跟我们有更多的互动 或者找我 或者找mini可以了解更多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跨境电商的百科全书 mini皇 我们唯一SaaS的CEO 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那期待下一期 他带来我们更多精彩的话节 今天谢谢mini 好 谢谢米哥 那我们这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